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田字文 田字文在首相当中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符号 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 如果是出现这种田字文 这个口字文 口字文又称为印章文 是有特别的含义的 田字文说明民主比较适合从事 比如说房产、土地、土产 矿业等等这种固定资产的这种行业或者投资 口字文就说明比较适合从事一些培训的、咨询的、律师 这种跟口才相关的行业 获得一些事业的发展 那么首相当中田字文是非常寓意吉祥的文路 拥有这种首相特点的人 容易有一些田宅或者是豪宅方面的一些运势 那么个人的房产运势非常强 如果是有一个希望结婚之后有一个稳定住房的女士 那么就肯定要选择 如果是选择到一个有田字文的男人 对于你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这是对于这个这种女士来讲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如果是田字文如果出现在手心名堂的位置 男人这个手掌掌心的位置 经商才能很强 可以获得很多财富 手上当中的田字文一般是比较适合从事一些房产土地方面的一些固定资产的投资 或者是生意而发家致富 这个田园广阔的意思 一般呢是田字文是主妇啊 如意得到贵人子女多之相 田字文呢 腐害千子百态啊 各种特点都有 有的田字文呢是代表富贵啊 田宅广阔之相 那么并且呢 此文一生不愁吃何穿 并且有这个豪宅之相啊 古又说 这个手有元宝钱财不断 田文在手田宅无边之说 这个田字文一般是在手的掌丘或者三大主线附近 那么如果是田字文出现在什么呢 出现在拇指旁边上 拇指上或者是 当然这个图片里面没有啊 如果出现在拇指这边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容易起到一个逢凶化吉啊 能够得到贵人吉祥之命啊 代表能够遇难成祥 有遇难的时候有帮助啊 遇到险的时候有得到贵人扶持 这是一种大吉之命啊 子星较多啊 就是说这个儿女较多啊 就家族啊 逐渐的兴旺的一种征兆 好了有关这个田字文呢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 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